从美元啊 美国国债 咱们聊聊未来的国际金融的大趋势 啊 1月18号啊 在瑞士苏地市参加达乌斯论坛的中国刘副总理呢 碰巧的路 这个会接来一下强势路过的美国财务 财政部长叶伦 然而谈了一会儿啊 谈了一会儿呢 新闻也没什么报道啊 这就不是没什么内容啊 报道说也没什么内容 俩边就是建签性很寥寥啊 其实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债务要到上线了 而且据估算 美国有可能从31.5万亿 今年年底就能达到35万亿 明年就得40万亿 所以美战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东西 中国啊 日本啊 英国啊 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在大量减持美战 去年全球应用减持了 现在公共的数据是 到去年11月份已经达到5900亿 其中日本2400亿 中国1700亿 那么中国现在持有美国国债8700亿 作为第二大车国 第一大车国日本啊 美国有办法对冲日本啊 对于他美债减持的这个 这些负面的东西 他有办法对冲 但是对中国 他必须过来好好聊会 因为中国 代表一种态度 中国的态度啊 的确会影响美债的问题 如果中国大量减持 美国的影响就非常大 日本反而没什么用 日本呢 也许还可以赖账 过两天火山喷发了 没准还还能赖账 反正美国现在 他就希望跟中国好好聊聊 缓解一下跟中国的问题 但是美国 可能美国人脑子有问题 或者说美国 他每个人想的不一样 他不但在挑衅中国的各种体现 纠结他所有的这个爪牙们 甚至要跟中国玩脱钩 这个挺可笑的 为什么说可笑的 因为中美的贸易在美国制裁 中国这几年一直是保持增长 这个就没法说了 脱个屁钩 对吧 全球三分之二 以上的国家的第一大博物伙伴 都是中国 你跟中国脱钩 那你别在那球混了就完了 所以美国这个脱钩 根本实现不了 他手底的小弟也知道 根本实现不了 那你既然政治经历 军事全面遏制我们 你还跟我聊啥呀 对吧 这没啥可聊的 对吧 打太极吗 没劲 那么 我们说来说去 不管美国他这个国贷 怎么这么崩 怎么怎么完蛋 那么全球下一波会怎么样 对吧 中国现在8700亿 不按照这个 今年的这个 坚持速率 五年到六年就完事了 而且这五年的六年非常关键 二三年到二七年 这五年 五个整年啊 五个整年 将直接使中美的实力 从美强中热到基本持平 这个五年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 那么国际上 美元的霸权会逐渐削弱 削弱到失去霸权 那么全球现在央行都在增持黄金 减持美债 增持黄金 为了走到哪一步呢 就是美元如果弱势下去了 全球金融体系可能也会 也会有一段时间比较乱 那么需要拿黄金作为压藏石 稳定全球的这个 汇率 然后人民币慢慢的成为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国际的货币 这个将是接下来十年的一个演变 这个重要的演变时间呢 有可能是在接下来三到五年 一个重要的演变时间 从美元过渡到有黄金参与的金融体系 然后再到人民币 我们并不想取代美元的 第一流通货币的地位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国际收支的这个系统 不希望是美元一家独大 然后利用他的一家独大欺负人 我们是反对的是这个 至于后来 至于在后边 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 中国会不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支付货币 我们就算成为全球最大的支付货币 我们也不欺负人 对吧 那个时候就是按照实力的话 我实际上我这样子比较大 那就比较大点 但是我不会拿这个欺负人 不会 反对的就是美国拿这个东西欺负人 这典型案例 俄罗斯提出了CWIF的 俄罗斯现在买卖东西都费劲 都费劲 不得已拿人民币 没办法 这就是美国干的事 美国常年 势强凌弱 他不懂得怎么做一个大国 也不懂得怎么做一个强国 他不懂 这个文化底蕴他没有 大国 强国 你要行王道 你不能行鬼道 这些东西他是永远都不懂的 美国文化里 他没有这个内容 而且欧洲他们可能也没有这个内容 因为欧洲如果有的话 他也会慢慢传到美国这边 他们是不懂这些东西的 中国那句多情 无一避之避之话 这些很多东西都是一环套一环的 但美国文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全球的央行增持黄金以后 慢慢的这个趋势 都会把美元作为一个 逐渐的削弱的一个货币 不管是中国俄罗斯 中东这些产油国 甚至其他的国家 其实都在减持美债 就是在降低美元的国际支付体系中的作用 削弱美国的霸权 这个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东西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说到这 再见